歡迎收看今天 《用點心做點心》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 《用點心做點心》 我是主持人瑋瑜 常常有時候 我們想要做一些甜點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我的器具不足 有時候發現最大的不足 就是家裡沒有一個烤箱 沒關係 其實不用烤箱 可以用烤箱 可以去延伸運用的甜點 也非常地多 所以今天我們再度要教大家 做一個免烤箱的甜點 而且非常受到歡迎 據說連國王都非常地愛它 到底是什麼樣的甜點呢 讓我們來歡迎今天的點心老師 歡迎的是余美瑞老師 大家好 瑋瑜好 美瑞老師今天要教我們來做一個 國王也非常愛的甜點 有人說叫它皇帝煎餅 皇帝煎餅 對 那個皇帝叫做Joseph Joseph 對 他是哪一個國家的國王 奧地利的國王 因為據說 這是他最愛的煎餅 Pancake 這個煎餅它有什麼特色 可以讓國王這麼迷戀它呢 它的特色是第一個 傳統的做法一定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葡萄乾 古時候可以吃到葡萄乾 吃到甜的 算是有社會地位的 國王最喜歡 還有另外一個是禮子果醬 禮子果醬 對 這是傳統的配方喘下來的 而且這個煎餅它其實跟我們過去吃的 就是美式的鬆餅 或者是說那種薄的煎餅 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今天它的麵糊裡面是要做分蛋打發的 對 因為我們要把蛋白打發 還有一個我們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把低筋麵粉改成中筋麵粉跟糯米粉 這樣子它在口感上面會有什麼特別的口感嗎 它會比較Q彈一點 因為Pancake通常只要冷掉 隔餐吃就很難吃 更不要說放到冰箱再拿出來 就乾乾薄薄的 都要現烤現吃 對 如果是你用今天的配方 糯米粉還有中筋麵粉 然後把砂糖換成煉奶 你既然是從冰箱拿出來也會很好吃 所以這一個讓國王也非常迷戀的煎餅 它到底要用到哪一些材料呢 我們就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好 剛剛其實美瑞老師有說到裡面 其中一定不能少的就是葡萄乾 對 葡萄乾 對 但是我發現美瑞老師 今天用的葡萄乾有兩種 一種是黑葡萄乾 然後還有白葡萄乾 對 但是這個葡萄乾好碩大 跟我們一般看到的葡萄乾不太一樣 對 因為我們把它泡到萊姆酒裡頭 去還原它了 所以這個是我泡過的 一般我們正常的葡萄乾是前面這個 對 因為我們在做糕點的時候 只要是果乾類 我們一定要先浸泡它 否則它放在我們的產品裡頭 會變硬硬的 不好吃 那大概我要用多少的 萊姆酒的比例去泡浸泡 如果你全部用萊姆酒的話 會有酒味 有的時候小朋友不能接受 你可以三分之一的酒 然後再加上開水去浸泡它 你超過它淹過它都沒有關係 它泡越久只是會越大顆 你要確定它中間是有泡透 泡軟就可以了 所以像這樣子的 大果的這樣子的一個還原 大概老師是泡了多久 我泡了一天 一天 對 所以 但是有人他會放在罐子裡頭 就是就一直泡著 就一直泡著 變成有一點像酒漬葡萄乾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你可以提前去做一個處理 對 好 另外禮子果醬的部分 這個我可以 其實可以自己做對不對 對 因為今天我們沒有示範禮子果醬 但是你就把我們現在市場上面的禮子 新鮮的禮子 然後你買回來之後 趁重量只要加上砂糖跟檸檬 那你如果自己不要吃太甜 就是一公斤的水果加上300公克的 砂糖就可以了 然後加一些檸檬汁去調味 然後因為我們是要做醬汁 所以你不用把它煮得太濃稠 只要把水果煮軟就可以了 好 這個也是大家可以事前去做一個準備的 對 接下來我們要主要教大家做我們的 麵糊 對 麵糊的部分 好 所以要先做哪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先把蛋白的部分先提出來 它是要打發的 我們先攪拌我們的麵糊 麵糊裡頭過篩 第一個我們先把我們的中筋麵粉 中筋麵粉 過篩 可以一起瑋瑜幫忙 過篩 然後糯米粉 糯米粉 對 壓過篩 壓過 過篩 好 過篩完了之後 我們會用到我們的牛奶 煉奶跟蛋黃就攪拌成 一個麵糊就可以了 對 好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能先把蛋白打發 因為蛋白它會消泡 它不能等 所以我們就先把麵糊的部分 有蛋黃的部分先做好 好 我們可以刮一下它 好 因為塑膠刮到很好用 這個煎餅基本上你第一次做 都會做得很好 不會失手 對 其實有用蛋白打發的煎餅 最近也很流行那種像舒芙蕾煎餅 對 這有一點類似那個煎餅嗎 對 因為像舒芙蕾的意思 舒芙蕾的意思是法文可以高漲起來 所以只要可以膨脹的東西 我們都會叫成舒芙蕾 舒芙蕾 舒芙蕾的話是用蛋白膨脹 對 那我們今天也是用蛋白膨脹 好 我們這樣拌完了之後 只要沒有竭力就可以了 就OK了 然後接著下來 我們要打發我們的蛋白 因為這是三個蛋黃 所以這三個蛋白 所以你的蛋都不會浪費 也不會多出來 我們打蛋白的時候要 記住 鋼子裡頭不可以有水會油 好 打發這個東西也很容易 是你只要打到它倒過來 不會掉下來 乾性發泡就可以 可以了 來 乾性發泡 因為我們要打蛋白的時候 你會加一些砂糖 我們的配方裡頭比較特定 是我們都沒有放砂糖 沒有那麼煉奶 所以我打發蛋白的這個步驟 完全不用加糖 對 因為我的材料裡頭的糖 已經都有換成煉奶了 換成煉奶的話 它會讓你的品質 在甜甜的時候 因為它比較濃郁 又有牛奶 它會… 就是比較不會這麼單白 好 因為砂糖本來就是 糖類的東西 它就會讓你比較濃郁 好 這樣呢 我們再來看看 打到它有點煎起來 然後你會發現 糟糕 不會滑動 對 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蛋白霜 不太會滑動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對 我們就可以來拌它 好 我們在攪拌的時候要記住 我們不要消泡 所以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先挖一些過來 然後拌在裡頭 讓它混合 好嗎 先取一部分 真的先取一部分 然後拌它 接著下來我們再把 拌多了 好 如果你習慣用打蛋器 你就用打蛋器 你如果塑膠刮刀可以 把它整個翻過來 麵糊感覺就充滿空氣感 對 就會很像在做蛋糕 好 這樣已經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大致上面糊完成了 但是待會兒回來 我們要教大家 怎麼樣完成 約瑟夫煎餅的 煎的步驟 所以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了 歡迎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剛剛我們的煎餅 麵糊已經調製完成了 對 所以這一段我們要開始煎它了 對 所以煎這個煎餅的鍋具 有沒有要挑 什麼樣規格的一個鍋子呢 其實有一點點高度就可以了 你的鍋子如果小的話 你煎出來的餅就小一點 你鍋子大就大一點 但是這些都不重要 因為重要的是 我們餅要把它弄碎 在鍋子裡頭弄碎 弄碎 對 所以它不是一整塊的 不用 所以完全不用技巧 來 我們等一下做給大家看 好 所以我也一樣要先 預熱我的鍋子了 最主要是要熱那個油 或者是說你的鍋子太熱 然後雖然你的油是冷的 但是你還是很容易就 讓你的煎餅 因為我們的煎餅比較厚 它可能會單面就燒焦了 那這個油我是要用什麼油呢 你用液態的油 像橄欖油或沙拉油 有一些人會喜歡自己的 特殊的油 你都可以加 但是油要多一點點 像大概有四湯匙的油 大家可以看到 油 就是要完整覆蓋整個鍋面 對 我們這個是完全按照 我們配方上面的量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轉小火 讓它慢慢地 裡面煎熟之後 我們再撒葡萄乾 然後再把它切碎 好 這樣已經熱了 它其實量還滿多的 對 它不是煎成一小塊 一小塊的煎餅 對 它是整塊 我們要把它弄到碎 我們要用碎焦刀刀 把它刮乾淨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煎餅 為什麼讓國王爺爺瘋狂 其實皇太后應該也很瘋狂 因為它第一次煎就會成功 就會上手 而且第一次吃人都會很愛 然後還有一個 它就是非常地簡單 其實它有一點像是一個 平底鍋蛋糕的概念 對 我後來才發現 對 因為它是一整塊 它不是像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厚鬆餅的樣子 就是弄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感覺 對 它沒有 對 然後你如果你有蓋子的話 你可以稍微加蓋 它的時間可能就會短一點 我們這邊的火可以調小一點 因為你調大的話 可能這邊都不會熟 然後我們的底部的顏色會容易上色 就不漂亮 然後我們剛剛的葡萄乾 葡萄乾 對 葡萄乾 我們通常在看Pancake的時候 只要是它開始有點底部熟了 這邊就會開始有一點冒泡的感覺 只要有點離鍋就表示 它已經有五 六分熟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來撒葡萄乾 所以我們的葡萄乾 不要把它拌在麵糊裡面嗎 對 你也可以拌在麵糊裡頭 但是我們覺得說撒在上面 會比較均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觀察一下 它的變化 對 其實它好像有一點點 冒泡泡了 你看它的泡泡就是 剛剛倒下去的時候 其實感覺還沒什麼變化 然後現在慢慢慢慢它的泡泡 都開始浮上來 對 麵糊的表面 而且是那種小小的泡泡 越來越大 對 你讓它的熱度慢慢地上升 我們在煎Pancake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可以翻面 就是當你的翻面看到 泡泡上來 已經有點凝固的時候 翻面才不會變這樣 才會變成你翻過來 就還是圓的 常常Pancake失敗 就是因為圓的變土的圓形 對不對 這個不會失敗 是因為你居然是做得再美 我還是要在鍋子裡頭把它切碎 而且我剛剛 其實老師說切碎 我就比較放心一點 因為我剛剛就想說 這麼大一個Pancake要翻面 那需要多大的技巧 對 而且可能要翻 失敗非常多對不對 對 所以難怪就是把它切碎了 就是剛剛老師說不會失敗 因為反正切碎了 我翻得不漂亮也沒關係 對 因為它註定是要碎的 沒錯 這就是讓大家喜愛的原因 對不對 那我們再拿塑膠瓜刀 來確認一下看邊邊 因為爐火的大小 跟你的鍋子餅的厚度不太一樣 好 這邊 已經開始有一點點附體了 有沒有 這邊已經開始有一些附體了 比較靠近鍋子底部的 好 開始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來灑葡萄乾了 對 我們自己吃要吃好一點 我們可以刷雙色葡萄乾 我們灑葡萄乾在上面 好 還是妳可以 我們灑葡萄乾的時候 我的那個 本來泡的酒的水分要瀝掉嗎 要 要 要瀝掉 所以我們可以瀝一點 好 把這邊把它原本的酒 對 把它瀝掉 所以水分不要進去 對 通常你過篩的時候就OK 還有一個你如果喜歡 葡萄乾做裝飾 你也可以留一些在旁邊 那你如果覺得說 老人家或小孩子吃葡萄乾太大力 你可以切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是 很大顆的葡萄乾 這個是剛剛美瑞老師說是 傳統的約瑟夫國王喜歡的配方 假設我要換成其他的果乾 譬如說蔓越莓乾 對 杏桃乾 莉子乾 對 這是OK的 都可以 你如果不要放也OK 你如果要放新鮮水果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放莓果類 比如放藍莓 新鮮的藍莓 藍莓的水分比較沒有那麼多 對 覆盆子 因為它硬開的話 它會讓你在吃的時候 還是好像是天然的色素一樣 對 那你如果要放芒果 這也可以 用芒果 芒果 鳳梨 對 鳳梨感覺比較適合 對 但是它的水分會比較多 所以你要知道說 它到時候煎的時間 可能會久一點 因為我們要把它煎成餅的話 你還是需要把水分蒸發掉 鳳梨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先把它熬成 像鳳梨醬這樣 對 可以 就像我們的果醬一樣 但是那個醬汁不要進來 就很適合 好 你看 有一點變成 可以翻起來了 對 而且顏色很美 有沒有 絕美 對 下面其實 美恩老師幫我們翻這一邊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有一點點金黃色了 對 這邊都可以離鍋了 對 有一點金黃色起來了 對 我們的油分比較多 是因為這一面都還需要油 好 我們現在它單面已經好了 我們要開始翻了 要翻了 從左邊還從右邊都沒有關係 我翻過來就是要讓它碎 碎了對不對 對 OK了 沒關係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要這樣子的 其實底部滿漂亮 而且它有一個厚度在 對 對 翻過來 對 這個時候你就要開始碎 切它了 來 一起 快樂時光來了 對 碎它 有沒有 好像在煎蛋的感覺 而且也是雞蛋蛋 對不對 對 可是你一開始就把它弄碎 它沒有辦法成塊 所以我們還是煎一面之後 讓這邊它也熟了之後 我再來切碎 就會比較有一個 雖然是碎 但是我們還是碎得很有 調理的感覺 可是老師像這樣子的這個 麵糊它適合像 就是真的像我們說 吃蛋類料理那樣子 有做到半熟那樣的感覺 這個麵糊嗎 不用你還是要把它弄到熟 因為它這個是中筋麵粉 跟糯米粉 對 所以還是要讓它整個麵糊 是沒有流動的狀態 對 對 對 因為你如果是 整個是 蛋類比較多的話 可能比較適合 或是你裡頭有放的起司 可能比較適合 對 對 因為它最主要的還是 粉類的部分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把它切切切 對 你看起來好美味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會帶來 很大的快樂 我們這邊就持續把它煎到 兩面金黃 然後麵糊都讓它 完全熟成了之後 待會兒回來我還要教大家 怎麼樣讓它跟最後的 李子醬去做結合 然後完成最後的裝飾 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歡迎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來看一看我們的 約瑟膚煎餅 都已經完成了 然後前面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煎的那一份 它其實煎起來 其實會有一點膨膨的厚度 對 厚度 對 這是因為蛋白打發的關係 對 對 然後我們剛剛在鍋子裡面 就是隨性地去切它 對 它真的就會有一種 不規則的美感 對 這個就是這個煎餅的特色 一定要弄碎它 可是老師其實這邊也有帶一份 就是這就展現很厲害的 一個煎的功力對不對 這要贏得全家人掌聲的時候 你就最好練一下 然後在砧板上面切成像磚塊形狀 對 它還是碎的 可是這一份 其實我們也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它那個蛋白打發之後的效果 它膨起來就是 我覺得你要講它是煎餅 我覺得不如說它是蛋糕 很像蛋糕 但是它會比較蜜食 是因為我們的材料裡頭 我們用的是中筋麵粉 還有糯米粉 所以這個中筋麵粉跟糯米粉 營造出來的效果 這就要我們待會兒來試吃看看了 可是我們這邊其實還有 最簡單的一個步驟要教大家 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很隨性地把它盛盤了之後 我可以怎麼樣去讓它有一個 很漂亮 很快速的一個裝飾 其實你就要撒上糖粉就可以了 對 撒上糖粉 然後我們在吃的時候 一定會煮上我們的里子果醬 你如果說我不要吃得跟國王一樣 你放草莓果醬 水蜜桃果醬也都可以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有里子 對 所以果醬 我就可以這樣子很隨性地 去淋一些在上面 對 因為果醬的效果是酸酸甜甜的 吃鬆餅不會吃到酸甜的味道 對不對 只會吃到口感跟葡萄乾的感覺 所以可以試試看 對 這樣就完成了對不對 對 可是在試吃之前 我們要帶大家來回顧一下 今天我們的約瑟夫煎餅 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的 一起來做個總整理 做法的部分先做麵糊 將麵粉和糯米粉過篩之後 混合牛奶 蛋黃和裂奶 攪拌成一個濃稠麵糊 接著將蛋白打到發泡 麵糊混合均勻之後 注意不要過分攪拌避免消泡 接著將深平底鍋 預熱沙拉油 鍋熱之後轉小火 倒入麵糊 慢慢把底部煎熟之後 正面撒上葡萄乾 再翻面 把煎熟的餅用鏟子切成一口大小 最後裝飾 將煎餅裝上大盤之後 撒上糖粉 再左里子果醬 即完成 我覺得其實這樣隨性地擺盤起來 很精緻 真的喔 對 這樣很像那個飯店的 buffet下午茶有沒有 就是一份一份的這樣子的感覺 好 我這邊要來吃吃看了 好 這邊一塊 什麼感覺 很蓬鬆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點點 因為我剛剛一直以為 它會像蛋糕的口感 但是它滿濕潤的 如果是以煎餅來說的話 它口感非常地濕潤 對 然後它的口感有一點 就是濕潤當中帶一點綿密 跟那種蛋糕很鬆鬆的那種感覺 又不太一樣 對 這個就是我們一利用到煉奶 因為通常我們的配方裡頭 不會有煉奶 那我們 因為我們很喜歡煉奶 你就覺得說 加了煉奶之後 它會有更好的效果 然後我們試了幾次之後 我們就發現 應該要加煉奶 所以我們配方裡頭 不會有砂糖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那個 不規則的煎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它煎得比較焦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 鍋底有很均勻地 讓它都吃到油脂 對 所以其實你煎到很上色 然後很恰恰的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吃得到一點點 焦焦脆脆的那個皮 皮 有一層皮 結了一層皮 可是中間的那個 就是麵糊營造出來 是濕潤 然後帶有一點綿密的感覺 但是它同時又有蓬鬆 但是就是跟蛋糕不一樣 反正你要做了之後吃吃看 對 對 這是完全不同於煎餅 對 而且妳還可以 然後不同於鬆餅也不同於蛋糕 對 妳還可以有一個變化 什麼變化 煉奶的話 我們用的是原味的 妳會用成焦糖煉奶去做這個 就更不一樣 焦香味就會更濃郁 然後我接下來 剛剛這第二口 我有吃到葡萄乾 葡萄乾就有酒香 對 我好像吃了這幾口之後 我有一點點明白 為什麼國王會這麼迷戀它 因為它真的是不同於過往 我們吃的所有甜點 蛋糕 煎餅 鬆餅 這一些甜點 對 給妳一個既定的印象 真的是自己要在家裡試試看 你才會 可以體會迷戀它的滋味的感覺 所以今天要謝謝美麗老師 教我們這一道風味甜點 謝謝大家 真的 自己在家裡 要動手試試看了 我們下禮拜見了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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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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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